11月19日,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敦敦蛇年新春特别版蛇敦敦系列新品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发布亮相。 今年,蛇敦敦有何别出心裁的创意? 近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蛇敦敦设计者林存珍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讲述国风满满的生肖敦敦诞生季。 做蛇的生肖形象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大家对蛇有喜爱的,也有点稍微害怕的感觉。 蛇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里面,它都有守护的寓意。 最开始,蛇和医药守护有特别强的关联。 另一个方面,蛇作为古老的图腾,它有生生不息的寓意。 所以,我们在研究蛇的文化的时候,它是有很正向的寓意。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把蛇的形象设计出来。 同时,在做今年的蛇敦敦的形象的时候,我们还是一眼找了一个文化点结合。 蛇敦敦以中国传统民间传说白蛇传为灵感来源, 头部装饰以传统京剧中的白娘子和小青造型为蓝本,塑造了两条蛇仙, 形态蜿蜒前进,在中心会合,共同吐出福禄寿洗财金珠, 表达灵蛇献锐的吉祥喜庆氛围。 其实白蛇传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神话故事。 大人小孩都知道,有京剧,有戏剧,有电视剧,还有动画片等等。 其实老人孩子对白蛇传的题材还是非常喜欢的。 这两条蛇呢,是这样盘着,这是一条, 然后这边呢,从这边盘过来,是第二条。 那这个两条蛇对在一起特别像一个爱心, 然后我们特意把它做了一个爱心的形象。 那这些小猪猪球球呢, 其实也是京剧投射上的一个抽象表达。 一个成功的IP是有故事,有内容,有传播力的, 在用适当的形象来体现。 在当前成熟的市场体系下, IP的出圈也离不开跨领域,跨平台,跨学科的多方联动。 以前设计师就出创意, 然后在那电脑上做完了以后就交付, 那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磨合, 非常多的探讨, 然后在过程中如何能更适合传播, 更适合市场, 更适合定点的某一些人群的要求。 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年轻人对这个首发产品都是有热衷的, 然后我们这回推出的这个蛇敦敦也是今年的首发款。 对于这个冰敦敦的新的产品的发售, 和我们新的形象的发售, 我也希望能够引来市场上一波新的热度。 在蛇敦敦的设计过程中,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也成了设计师的得力助手。 我们的大数据, 我们的人工智能其实也帮了我们非常多。 其实我们也能从大数据里看到大家喜欢什么, 然后不同地区, 不同的人, 他的喜好度在哪个上面。 那我们也会去调研整个的这种衍生品市场, 然后或者是IP产品市场。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会借助这个算法, 借助AI人工智能, 然后机器来生成一些创意的来源, 让机器也可以在这种他的这个大数据的支撑总结之下,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创意启发等等。 这都是这个做蛇敦敦, 它其实和之前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